接下来这位歌手 她是一位万众期待的女歌手 她从湖南卫视 林宇春 这个舞台起步 习雨昕的观众一定会发现 第一场进演的七位歌手出场时 现场人气最高的是韩红 紧随其后的 则是80后女歌手张亮颖 一方面 源于湖南卫视是她的娘家 而更重要的是在上文杰周笔唱 张杰先后回归歌手舞台之后 一向被公认唱功最好的张亮颖 成为了观众最大的期待 这十年来我觉得亮颖是 这几代或者这几批选秀歌手当中 他是发展得非常非常好的几个人之一 我们更能够看到的 我觉得亮颖这些年和所有的 竞技类的音乐节目 他是绝缘的 也就是说他把十年之后的第一次贡献在这个舞台 我觉得是特别特别宝贵的 2005年出道以来 张亮颖唱过许多影视主题曲 大多数都成为了当年最流行的曲目 对 彼此我女主题曲 違反过去 反过去 两下和つ 这 traderла 了 咱一下 刚刚才女儿 刚才Rということ 我觉得亮颖这些年 就是好踏实地在唱歌 她也不怎么玩悬的 然后也不怎么玩 那个乱七八糟的东西 所以这十年来 她是这一 整个这十年选秀歌手当中 传唱进取数量最多的 一个好作品 最多的一个歌手 这是张亮颖最新的一篇微博 对于她来说 站到湖南卫视歌唱节目的舞台上 显然有不同于其他歌手的意义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张亮颖 我带来一首Christina的 一首西班牙语歌曲 叫Condigua Distancia 天涯海角 21岁那一年 还在念大学的她 参加了超级女生的海选 从成都一路唱到了长沙 最终夺得当年的第三名 从此开始了职业歌手的道路 但是张亮颖和湖南的结缘 还可以追溯到更少 我觉得跟亮颖真的有很多的缘化 我记得十年前 在超级女生之前 我在别的比赛当中 就在我做的节目当中 还是拿过两个冠军 所以呢 我对她印象非常的深刻 但是在同那时候 我就接下了很深的这个情谊 那我在三节当中不停地邀请她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也都是最后一刻的时候 大家在纠结纠结的 我一直都很抗拒 任何带有这个 比较性质的 带有淘汰性质的一些节目 最终好不容易做下这样的决定 有一个很重要的是 我觉得我是来升级的 我觉得我那位是像是我的4S店 定期到后进来维护一下 在首轮禁演中 张亮颖选唱的是她出道那一年 演唱的第一首电影主题曲 时隔多年 无论是技巧还是情感 她都有了更为成熟的表现 我用所有报答爱 你全部不未来 我用所有报答爱 最早的时候呢 是在我第一次听到 06年夜宴那首歌 但是今天我觉得 最让我感动的 就是她的那种 真挚的情感 这首歌曲的那种流氓 而且她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 你已经忘记了亮眼的技巧 她是一个 在这个所有的歌手当中 第三季的歌手当中 她完全是一个比赛型的选手 比赛型的歌手 她因为就是 出道就源于比赛嘛 我觉得她的这种 比赛的这种节奏感 是应该抓得不错的 她完全比很多 她的前辈更有经验 怎么样参加比赛